汪小飞万万没有想到 自己官宣要与女友今年要完婚 后续会引发一系列的大事件发生 看来闹剧近期是不会中断 先是前妻大S给汪小飞送上了祝福 同时说出这次婚姻一定要白头到老 看似祝福 感觉充满了各种内涵的味道 在前妻大S送了祝福之后 次日2月25日 台媒爆出汪小飞女友的大瓜 原来她在6年前结过婚 同时结婚照也曝光 前夫的颜值看起来还是很帅气的 二人在一起看起来也很般配 当时网友还纳闷 郎才女貌的二人为何要离婚 汪小飞又上热搜了 只不过这次的热搜有点尴尬 因为虽然热搜挂的是她的名字 讲的却是她的未婚妻女友和前夫的事情 对的 你没看错 是汪小飞的未婚女友和她的前夫 前几天汪小飞当众宣布 年内会和现任女友结婚 因为她人美心善还特别低调 最重要的是 她对汪小飞和孩子都特别好 恋爱脑汪小飞显然是被新女友感动了 被网友问及结婚问题时 当即将女友身份升级为未婚妻 并告诉大家 求婚那天给你看 消息出来后 网友们还没啥大反应 沉寂了很久的汪小飞前妻大S倒是反应迅速 当即送上自己的祝福 希望这次婚姻一定要白头到老 祝福是不是真心不知道 但广大吃瓜群众倒是从这份祝福里 品出了一点阴阳怪气的味道 有人赞大S体面 也有人表示大S吃相难看 还有人替大S担心 汪小飞要是再婚了 大S的高额赡养费就应该没着落了吧 据台媒报道 汪小飞的新女友是个山东大妞 经常往返于台北和山东两地 目前是弯弯的女网红 经常在网络上发自己的旅游打卡照 看到这个消息 有人开始多想 汪小飞咋又找个弯弯女 祖籍山东 没记错的话 大S祖籍好像也是山东的吧 汪小飞难道还没放下 不过汪小飞对于网友们的议论 向来是不在意的 她喜滋滋地告诉大家 亲妈张兰对她的这个新女友十分满意 还总让她对人家好点 汪小飞带着小月儿和新女友 都逛了好几次街了 想必小月儿对这个未来的新妈妈 应该也是满意的 至少表面上相处是和谐的 老妈满意 自己满意 孩子也满意 也难怪汪小飞会信心满满地告诉大家 她会和新女友在2024年结婚了 只可惜 大家的恭喜还没来得及送出 这位新女友就被人扒了黑历史 先是有人传出她是二婚 紧接着又有人爆料她在和前夫离婚之前 就私生活混乱 IP地址为中国台湾的网友发了一篇小作文 讲述了汪小飞新女友曼蒂小姐的一些黑量 小作文表示 曼蒂在婚姻存续期间 曾经带着不同的男人 到前夫给她买的房子里做那种事 还因为叫声太大被邻居多次投诉 而且她还在婚姻存续期间 背着丈夫去和别人拍婚纱照 至今婚纱照还挂在官网上 因为曼蒂的过分行为 才导致了她第一段婚姻的失败 另一位网友的爆料也是差不多的内容 总之爆料中曼蒂小姐的形象 和汪小飞口中的人美心擅差了十万八千里 这下不止汪小飞尴尬了 连对曼蒂十分满意的张兰也尴尬了 毕竟她之前对张盈盈的嫌弃 大家还历历在目呢 没想到曼蒂比张盈盈还离谱 唯一能高兴得起来的 大概就是大S了 估计此刻她正在家偷笑呢 不过大S前脚阴阳玩汪小飞 后脚曼蒂的黑料就被扒了 爆料的还是弯弯网友 多少会让人忍不住多想一下 这爆料该不会是大S安排的吧 以她和小S在台湾娱乐圈的地位 这点小事想做到还是很容易的 当然了 这也只是大家的猜测而已 真相到底如何 只有他们自己心里清楚了 没有想到在2月26日 台媒又继续曝汪小飞女友的大瓜 爆出她与前夫离婚的原因 声称对方结婚后 竟然发生了婚内出轨的事情 同时和多名男性保持不正当的关系 频繁带这些异性回家 因为叫床声太大 还遭到邻居的投诉 看到这样的爆料 也太夸张了吧 虽然都知道汪小飞的女友是一名演员 但是因为不是很出名 所以内地的网友对她的过去了解的不是很清楚 最初爆出有过婚史的时候 吃瓜群众就已经感觉到很震惊了 虽然汪小飞也是二婚 但是身为富豪 肯定更愿意娶单纯没有婚史的小女孩 不过看到汪小飞直播的时候 多次花式夸奖女友各种好 看来女友的善良打动了汪小飞 以至于让汪小飞不介意对方有过婚史的事情 只是没有想到被爆有过婚史之后 如今又被爆出婚内出轨的丑闻 这性质就发生了变化 离婚这样的事情很正常 但是出轨这样的事情 就涉及到道德品质问题了 尤其是张岚 本身对准儿媳就不满意 身为企业家很在乎名誉 汪小飞之前曾经找过张盈盈 张岚也是一直不同意 汪小飞找的现任女友 又是一名演员 张岚依旧是不满意 看来她对儿子的另一半 职业选择明星职业很是介意 只是儿大不有娘 她的意见汪小飞听不进去 只是如今还没有结婚 就爆出这么多大瓜 相信汪小飞也会慎重考虑 毕竟身为企业家 家里人的丑闻 对企业发展有很大的冲击 绝不是普通人家的家务事那么简单 说来也很戏剧性 汪小飞与女友交往很久了 在跨年时候公开了恋情 但是女友过去的往事都没有曝光 如今汪小飞刚官宣扬与女友结婚 甚至公开表示要给女友买大钻戒 要给对方幸福的生活 没有想到台媒就将各种丑闻曝光 给人的感觉就像故意针对汪小飞 让她难堪 汪小飞和Mandy在去年被曝光恋情 两人不仅参加成都新店剪彩 汪小飞还带着她现身傲慢 曾有网友质疑这位新女友整容 汪小飞还晒出她的童年照 和现在的确一模一样 根本没有整容 张岚曾在访问中透露 从来没有参与儿子的离婚过程 对于离婚协议也不知情 而何游君和西梦瑶准备结婚前 其母亲四太还曾对西梦瑶做过背调 发现西梦瑶并没有不好的行为 才同意两人结婚 看看张岚 虽然鼓励儿子恋爱 但对未来儿媳不闻不问 这似乎让人不解 Mandy和汪小飞没谈多久 就获得南方的信任 同时许诺在今年内结婚 同时汪小飞已经在台北租房安家 还给两个孩子布置了卧室 准备让两个孩子感受到完整的父母之爱 汪小飞为什么会和马小梅结婚 她认为女方对她好 甚至对孩子也好 还要给马小梅买大钻戒 Mandy对两个孩子也是很好 看起来像真的一样 带着小月儿去购买新衣服 还带着两个孩子去溜冰和骑马 好像努力做好后妈的功课 随时准备和汪小飞结婚 网友爬出 马小梅在台北五星级文华酒店举办过婚礼 汪小飞对此事目前并没有回应 不必须